确确实实的把理解到位了 我们看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 人的初始 贴心本来是好的 人的个体之间 贴心也是相互接近的 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 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 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 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理解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 人的初始本性是善良的 大概理解了 是这么样的 所以的话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对这个性本善 就做了一份自己个人的理解 对不对 欢迎大家来提出评评意见 第二个 教之道贵一专 那么这个道 就是方法和道理 对不对 方法和道理 那么就说 学习 教育的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 专心之志 实之也 好 我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想 这一句话 到底三字经是对谁讲的呢 对小朋友讲的 对我们老师讲的 所以后面我就去特意的去查了了这个字 这个字 教 那我们我们现在我们看 大家的这个理解 教是什么意思 教教教教授 对不对 那么他的对象应该就是我们老师 是不是 还是什么 教掌 教导 教导是吧 教导的话也是我们老师 对什么 学生 那他的这个对象还是还是什么 还是师长 对不对 所以啊 这里这里就有 有一个有一个 他的对象的问题 对象的问题 所以我后面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字 这个字大家看啊 一边是笑 一边是扑 一边是扑 那么笑 什么叫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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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笑的他的最初的啊 这个本意 除了这个孝顺父母 孝敬孝顺的这个意思以外 他还有一个什么字 师从 跟从老师学习 也称为笑 也称为笑 他这里啊 最初啊 他的最初的本意是 全天赞加 全天赞加 四奉父母 称为孝 隐身为 全身心 跟着老师学习 也称为孝 也称为孝 那么啊 这个 扑 扑是什么意思呢 执行 坚持的意思 执行坚持的意思 所以 全天听命于老师 就称为了 教 就称为教 所以的话呢 他这里啊 也有两个不同对象的问题 既可以讲是对我们老师讲的 也可以讲是对学生讲的 所以 教之道 贵一专 我们老师 在教导 在教育的 这个过程中 或者 教育教学的 这个方法 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呢 贵一专 以专为贵 以专为贵 那么这个专 他其实他有这里有几层意思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啊 就是啊 这个教学的态度 要专注 你不能够什么 敷衍了事 对不对 不能够敷衍了事 那么呢 从学生来讲 也是全天 全身心的听命于老师 这就是 这就是教 那么 引申为 在学校学习 引申为在学校学习 那么就说 在学校学习 在学校 坚守教育 其中最重要 最主要的 就是要 干嘛 专 专 专心致 是吧 要专心致 学习的内容 要专一 对不对 要专一 你不可能 你今天要去 学这个 明天去学那个 到时候呢 什么都学不到 还有呢 也就是说 学习的这个过程 学习的这个过程 也要专 也就是 持之以恒 也持之以恒 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通过老师和学生 相互之间的这一个 这个配合和努力 他才能够来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所以啊 这是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 这个对象 既可以讲是老师 也可以是我们的学生 也可以是我们的学生 第三个 养不教 这个教 那就指的是 长辈对晚辈了 对不对 养不教 父之过 教父也 师之多 那么这里主要是一个 教育理念 教育观念的问题 也就是说 生养孩子 教育学生呢 是什么呢 是做父母的和做老师的 共同的责任 我们学生不是有一个 很典型的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面表现 其实是非常好的 表现是非常好的 但是回去两天 然后回来以后 又回到原本的这个状态 又回到原本的状态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孩子 他的这个变化 应该是 两个方面 学校和家庭 共同 听 看 诶 诶